下面一個立體 有關於氣體的影響跟作用 什麼訊息是錯的 臭氧本身是有毒的 是空氣污染的物質 所以它在你的周圍 它是一個壞東西 我地科會告訴你 它臭氧在你的四周 它是個壞東西 可是在天上 那個平流程的地方 是個好東西 為什麼是好 因為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會傷害生命 所以它幫你過濾掉了 保護地表的生物 所以對人類有益 所以呢 選項C的說法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呢 就選擇的是C 選項C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就是C OK 請問你要背的東西嗎 我剛剛跟你說你要背的 請問你什麼東西 包括霓虹燈發紅光 我剛剛跟你說你要背的 我剛剛跟你說你要背的 加軒 AB的B 你說 剛剛你跟你講過你要背嗎 奶氣到裡面發紅光 發紅光 所以答案選B 下一個是 停留程的臭氧可以吸收紫外線 然後剛剛講過誰破壞 一般考試 考這個的時候 很多就問這個問題 問你誰破壞了臭氧 把它背好就好 把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誰啊 哪個玩意兒會破壞 臭氧 其實我們國中並沒有教你它怎麼破壞 但是記住就好 回重文 朱 沒錯 我們答案是朱 有人就寫佛律燈化物啦 有人就寫佛律燈化物啦 有人就寫佛律燈就一樣 靠性氣體的用途 駭有什麼用 奶有什麼用 牙有什麼用 這是比較容易會出現的問題 就把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背的內容 就是這樣子 OK